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的朋友就是简直记忆犹新 川普输在了邮寄选票上 这件事情呢在当年发生最厉害的 主要是宾州 密西根州跟威斯康辛州 这三个州就比较突出 威斯康辛州就出现了一个拜登曲线 早上六点多 顶上去了 我才直着上去了 然后他的解释就是说邮寄选票之后 这都很奇怪的说话 而这件事情到现在没有结果 在密西根州主要是围绕大底特利地区 就是邮寄选票当时出现了 大底特利地区的选举委员会 他本来拒绝背书 结果后来遭到了一些威胁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都不得了之了 就完了 当时也是在邮寄选票上出现了 就是出现了争执 就是对邮寄选票的合格性 跟他的这个 主要是他的合格性 而闹得最凶的是在宾州 那当时也是朱利安尼去了宾州 在宾州出现的邮寄选票就更荒谱 当时投票是到11月3号 结果宾州投票竟然可以往后延续三天 再延续三天 那在这个宾州的相关的大城市当中 朱利安尼带着律师团队 跟对方的律师团队 发生了很大的一种法律上的纠纷 那在计票中心的 干脆宾州的一些地方 我忘了是哪 我忘记了具体的城市 那他用大木板把这个计票中心都给挡上 不让这个 不让朱利安尼他们律师看 所以而在宾州的邮寄选票是最火爆 他人人口比较多 然后大批的邮寄选票什么样都有 结果在当时的宾州 包括宾州的参议院是共和党占多数 所以就网上告 包括宾州参议院的议长 结果都被法院DQ掉 那当时宾州打到了 有打到最高法院 但最高法院根本看都不看 全都给递 他不看就给递掉 我不管这个案子 所以这是宾州当时非常冲突 主要集中在比如说死人票啊 这个邮差部队 邮编部队 没有邮政号码 没有邮投票的企业 这些 那其中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 那叫什么 叫 你看到最后 一个俄罗斯人 他在门做独立电视 那后来也同样遭到他机构的出名 他曾经采访了在宾州的一个邮递员 那邮递员就公开站出来 指控说很多选票 根本不是正常邮递的 就是抱进来 然后他们就啪啪啪盖车 盖邮车 就完了 就甭管是不是 就全都盖邮车了 后来FBI的人也找到那个邮递员 最后那邮递员迫于压力 也就不了了之 所以在宾州就出现了巨大邮递选票 巨大差距 川普在宾州没输多少 大概输了没超过1% 但他人口多 所以邮递选票牵扯到上百万 我印象蛮深刻的 上百万 朱利安尼当时申诉说起码有80万 是有问题的 那这就是当时故事的背景 那为什么介绍邮递选票呢 在今天刚刚 昨天晚上是刚刚刚 在第三巡回法庭 第三巡回法庭是指联邦 走到联邦这个层面了 第三巡回法庭的三个大法官 以2比1的方式 使得美国共和党人 在宾州的共和党人 在有关邮寄选票的问题上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那他的裁决就是说 在宾州 因为这里再说一下 美国总统选举是在州 选总统 所以他最高选举单位就到州 周务卿 是各州的最高的选举行政官员 那他是按照本州的宪法 选举法所规定的进行执法 宾州的宾州的州长 就是各州的州长 无权干涉有关选举的问题 而州务卿是按照里面定下的操作规范 去执行州的选举 选举的整个过程 他没有权利立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科罗拉多州曾经按照第十四修正案 要给川普出名的时候 为什么九个大法官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全都反驳他 全都骂他 原因就是你胡来 你就是搞美国分裂 那九个大法官是包括 这个我们知道民主党选区的法官 也就是在法律上 没有任何法律基础 那宾州作为最高的 这个选举法的所在的范围之内 所以宾州给本州定下来的司法规范 就成为必须执行 就成为了一个最高 那结果美国在宾州的共和党 就有关状告的一个 就是邮寄法 邮寄选票的问题 邮寄选票必须有 当事人手写的日期 你哪天投的票 那在宾州2020年执法当中 就说随便 什么日期什么都成 无所谓 只要有邮戳就行 那这里的问题在哪 就在宾州的某些 当时出现的丑闻 就是拿来的空白选票 拿来选票选分 宾州那就盖章 钱头他谁投的不知道 也就是说如果作弊的人 扛着开两个大truck 开车进了宾州邮政局 就成选票了 大家听懂这事了 就成选票了 是这问题 带进五十万一百万张选票 往各邮差一瞪 而美国邮政系统呢 据说也是左派 就左派控制比较厉害 所以他的问题 他的交接点就在这 而有投票日期是手写的 有笔记的问题 对不对 那而牛戳就没有笔记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佐证 那在这个宾州的共和党人呢 就要求宾州在执法中 宾州的州务卿可能是民主党人 在执法中必须要求邮寄选票 有本人的在选票上写明的投票日期 那对结果在地方法院呢 就给法官就给DQ找 说不知道你这阻碍老弱病残的人投票 那阻碍那些四肢不灵的人投票 阻碍很多人的投票权 他们可能是傻了 根本没有辨别能力 但你要他有投票权 他活着就有投票权 你看这事你不好办吧 所以在宾州曾经出现过 大批的这个养老院 百分之百投票 那些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在床上上着呼吸机呢 他投票了 他就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宾州当时出现大规模混乱 这个朱利安尼呢 在那儿 就是奋斗一番 那结果现在呢 就这件事情在地方还维持 就被宾州的共和党上诉到 一直上诉到第三巡回法庭 第三巡回法庭大法官 就距离最高法院的法官就差一级了 所以他巡回法官有资格去竞选 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就做出裁决 裁决就支持 宾州共和党人的申诉 按照州的最高法投票的最高法律 投票者必须是亲自写生日记 和封城信封 封城投票信封 否则被判为无效 所以这就变成了 川普在宾州 在有关邮件选票上 取得了决定性的声明 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消息了 但是至于说真正选票 投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 因为现在都是AI系统 宾州上诉法院裁决 尤其选票必须写明日期 第三巡回法庭 星期三2比1做出裁决 推翻了下级法院11月份的裁决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这是一个在2020年选举之后 大选之后很大的一个成果 联邦上诉法院裁决 没有首写日期被判无效 将在关键州产生巨大影响 在宾州有15张是18张选举人票 这是比较大 这是相当大 美国最大的选举人票在加州 50张大概是 然后其次是德州还是纽约州 德州大概有40几张 所以谁取得了这个州都是关键的地方 2比1裁决 下级法院当时说 既是没有日期 如果按时收到选票 邮寄选票也应该算计之内 法院说这叫微不足道的文书工作的错误 剥夺选民的选举权 这是胡说的 对不对 他使用了叫重要性条款 跟64年的民权法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留下了一个作弊 就是我跟大家说 那邮政局里头 拉近一吹了选票 就成功了 那星期三的裁决中 法官说 法官说 州机构的法律 选民必须 在信封上写生日期 才能生效 这是宾州最高法院 一直认为 这种规则是强迫性 不遵守投票 投票是无效 重要条款 仅在国家决定 谁可以投票时 才用 就是驳斥了 地方法院的 所谓的申诉 然后呢 2029年的州法律 宾州选民在返回选票之前 必须填写日期 并签署印在 信封上的宣告 签名 所以有签名 有日期 你写合同也得 有签名 有日期 对不对 所以邮寄选票的支持者认为 他使用投票更方便 并使老年人 残疾人更容易 这就是 窃取选票的一个关键 老年人跟残疾人 没跟你说吗 全都 全都 全都那样了 他还可以投票 那川普指责 这叫完整的系统腐败 所以这就是 基本上有关邮寄选票的 一份内容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迈克尔 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关键性胜利 对选民的信心 宾州人对邮寄选票的安全充满信心 第三行为法庭完全拒绝了左派的做法 这是一种 这是完全裁决的胜利 那至于说宾州的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这些东西就把自由网放在上面的 很多都是左派 所以他就反对 这个人叫迈克里 看起来是个中国人 可能是中国人 也可能是韩国人 因为他叫李 所以大概讲述 他的反驳就基本没有意义了 因为除非他再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那如果他不上诉的话 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在关键州的巨大胜利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敬离 敬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